今天句話真的還滿可怕 因為基本上我的脾氣已經算好 但我每次只要聽到男生跟我講 你看你又來了 我真的就是一把火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因為我們有時候工作 其實滿忙碌的 有時候我就跟一個男生朋友 要去吃飯 那時候因為我真的很累 我也不是故意擺臭臉 就是工作很累這樣 他問我說要吃什麼 妳擺臭臉 看看 就這樣不講話而已 就是沒有表情的感覺 你笑一個先 先笑一個 對 臭臉 真的嗎 對 差很多 就是螢幕下的我 其實就是像剛剛那樣 就是我只是不想講話 可是我心裡面有任何的情緒 然後那個男生問我說 那你想要吃什麼 我就說都可以 然後妳決定就好 然後他就說 好 那不然我們去吃火鍋好了 我就說火鍋 我就這樣一下而已喔 他說 現在怎麼樣 你又來了 我說沒有 你決定就好 然後我就又補這一句 他說 你生氣了 我說沒有 然後就這樣好 沒有 沒有 其實真的 心裡其實真的是 因為他說你看你又來那個 我就心裡有點小小氣 我想要忍住 不要起爭 妳是不是自己不知道 妳那個語氣那個時候 有 因為當下是工作完很累 然後我覺得語氣可能有點這樣 可是我都忍住 因為你不要講說 而且妳講話很快 對 然後你不要跟我講說 什麼你又來了什麼 我會覺得很煩 就是我說什麼 你就去做就好 不要再過了 那你又沒來呢 好 你又沒來呢 我來啦 我是什麼... 可是我的個性會就是 我發現 對方有一點 對 我的個性是 對方如果兩邊要爭執的時候 其實我會忍著 就不會要挑起對方戰火 所以我就後來說 好... 那你決定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好 後來我們就去吃一間 咖哩飯的餐廳 然後那時候他點了一個 雞腿咖哩 然後我就點一般的咖哩 然後他可能就想說 我工作很辛苦 就夾了他那一隻 那個嘎腿 嘎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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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已經一千轉了 你已經跑到六百轉了 他就把他的雞腿要夾給我 你知道嗎 我當下就說 因為我其實有點累 吃不太下 你不想要吃雞腿 對 我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啦 你自己吃就好 我又把它夾回去 還是你想吃雞胸 沒有 我只是覺得很飽 因為真的 你私底下講話會這麼快嗎 會耶 也是 對啊 就是很累的情況下就是 這是那種躁鬱的展現 哪種躁鬱 我覺得還沒有到躁鬱 但是他如果講話速度很快的人 通常頭腦也動得很快 可是他不知道人家要跟他會累 真的喔 而且講話速度快 其實很容易讓別人感覺到很焦慮 有壓迫 有壓迫感 會變得很焦慮的感覺 因為其實放鬆 你看一下我們知燒 沒有人講話這麼快的 因為如果我們講話這麼快 會讓到 就別人會覺得 就會想睡覺 不是想睡覺 會變得很焦慮 會有壓力 因為知燒要放慢 他那個脫台前的感覺 對 算是假的 但他可以多收一點 最好找的是那種口雞鏈 妳說什麼 這樣會扭毛髮 一發一吼 在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 你怎麼這麼想做幹嘛 就這麼自殺妳人 擺到後來那個雞盒 因為我真的不想吃 然後對於工作後的 我真的會很累 很不想要再去溝通這件事 我就想說不要 你真的留著自己吃 他就回我說 你看你又來了 還在生氣 我就火帶繞這個怒火大鬆哨 我就說我不要吃雞腿 你真的會嚇起來 因為在餐廳抓狂 就會抓狂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就想要一個安靜的 吃飯的環境 那我已經跟你講過 然後我真的心裡是沒有氣的 我就真的不想吃 吃雞腿辣 然後就覺得好煩喔 妳跟妳兒子相處的時候 妳講話也會很快這樣 我講話也會很快 但我會跟他講說 一個指令就是一個動作 就是我跟他講 好 你不要去動那個 然後他如果又來訪我 我就會說 你不要去動那個 我就越來越大 我就說好... 他就知道我要生氣 所以妳的速度 他這個速度算快一點 沒有 我有一個女朋友 他就是講話速度非常快 結果後來變成 他們家全家出來玩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家庭會一起出來玩 他們家就只有媽媽跟太太 就是我那個女朋友 一直在講話 變成他先生跟他的兒子 都不講話 安靜 因為他沒有辦法欠他 沒有 連標點符號都沒有 他一個人把所有的話都講完了 可是他這個是也是有死去的 所以不能講這個 對 不能講這個 不要又來 因為我心裡其實是平靜的 你這樣一直講又來又來 我真的會挑起那個戰鼓 對啊 會補搭 這個會嗎 會... 因為你看你這三個字 不太好 你看你這三個字 很容易讓別人產生防衛心理 會要去證明說 我不是你說的那樣 我沒有在生氣 我沒有你說的那樣 但是因為韋汝的說話模式 你就說我不想吃 其實會讓對方覺得 你是在拒絕他 所以他會把你的拒絕 或是你的狀態 他會解讀成你在生氣 你不高興 所以他反而一直想討好你 可是他越討好你 反而得到的都是反效果 所以也許你下次 這句話稍微可以換一個說法 就是他不要說 你看你又來了 如果他真的有發生 好多次 就譬如說 你這種狀況 我發現已經有好幾次 你是有什麼情形嗎 就問一下 關心一下 他說我真的 我累了 我不想吃 那你就要相信韋汝說的 他真的累了 他不想吃 好 那你就不要再說下去了 就停 雙方反而在這時候 互相理解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韋汝你有沒有 就是什麼樣子才能讓你 比較稍微開心的 我其實都 然後獅子一下都蠻開心的 真的就是不要現在這種 已經很開心的情況下 問說有什麼事 可以讓你很開心 對... 比較人怒苦 你也太多死穴了吧 又來了... 你又來了... 你又來了到底啊 你又來了... 你看... 你又來了 你又沒來 你又沒來 誰都可以合在一起 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點燃的 你要嘛去弄他們 沒有 我去看看他 聲音講話這麼快 對啊 好 第六個是什麼 反正說了你也聽不懂 好 這個真的很討厭 我之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他跟黑人哥一樣 很喜歡打籃球 然後他就 我想說 那我想要跟他投其所好 我就想要跟他一起看球賽 好像可以有很多話題 對 但是其實我對籃球 根本就一竅不通 我知道球星... 對 可是Michael Jordan 我只知道這個而已 可能其他也都不認識 然後後來那天我想說 好 我今天要陪他半夜 熬夜看球賽超貼心的 然後開始球賽開始的時候 我就一直問他 他們犯規喔 那個藍色的衣服是誰 好煩喔 你好煩喔 不理我 不理我就算了 他還用很嫌棄的表情看我說 你不要一直煩好不好 講的你又不懂 很吵耶 我就想說我大半夜陪你熬夜 在那邊看球賽你又不理我 我就站起來 就要回房間要睡覺 我想說 嚇到了吧 結果也沒有進來要安撫我的衣服 所以剛剛還要再看球賽 球賽看完了超生氣的 然後再也不陪他看球賽 真的 前一陣子的網路有流傳一個笑話 你們有聽過嗎 就是先生在看電視運動轉播 太太就問先生說 你在看什麼 他說我在看歐洲杯 就是足球嘛 結果太太就說有台灣隊嗎 已經是歐洲杯了 太太就說有台灣隊嗎 那先生就講說沒有 那太太就說為什麼呢 先生說因為足走 我們也讓台灣去參加 太太又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是詐騙集團嗎 然後呢 因為妳要亂聊 就是一直跟先生亂聊 然後先生就很不耐煩說 不是 因為足總認為台灣足球的 實力還不夠水準 然後他太太就說 不是有林書豪嗎 林書豪 好棒喔 好棒喔 我就說 足球一樣 林書豪到底有多次在前面 所以後來那個先生就 他剛才就講王真智算了 所以有時候也不能怪男生的 就是很多女人更不懂運動 要硬療 對 那我有問題 那黑暗哥 你們男生到底 系不希望女生陪看球賽 如果女生真的很不懂的話 你可以看不要講 對 就是看不要講 他沒有參與感 拍手就好了 就給他一起拍手 就叫到別隊鏡頭 對啊 真的是 就跟他對就好 這樣去看比賽當然是OK 去比賽這種是一個比較公開的 要穿得漂漂亮亮這樣子OK 但你在家看球賽的時候 就不要亂問 問一些很緊張的時候 睡著不行 睡著也不行 你看你又來了 你在看轉播可以 但到現場看是會傷勢心 對啊 沒有 我是說在家裡在看轉播 半夜很累 他會不會要你講解這個戰術 他為什麼這樣調度什麼的 這個我全部碰過 就是范姐一開始是 完全是完全不看運動 到現在他連一些二線 三線的球員 他們退休後幹嘛他都知道 就是愛的力量 使他融入你的世界 他融入我 我連像國中聯賽 精華國中了 有幾個送出去美國 他都叫得出來 老婆 就是慢慢的學 對啊 這樣是蠻好的 這是最佳狀態 但我覺得會通常會講這些話 男生都是比較大男人主義 因為像我 我記得我當時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 然後但他大我非常多歲 然後他常常就會用這樣的口氣 跟語氣來跟我講話 因為我記得我印象中 他是非常不喜歡我化妝 跟不喜歡我擦指甲油 跟過度的打扮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永遠都只能 牛仔床褲T恤 就是最簡單的穿搭 最好像哥們這樣 對 然後他就會有一套他的理論 因為他就覺得說 好 他有一天就是我們 我記得那天我們要去 那個新店做天鵝船 就我們想說 想說我們去接做天鵝船 地盤 地盤 對 想說我們去約一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兩個人去 然後因為我的工作 當時就是模特兒 然後我因為工作完之後 我忘了把指甲油卸掉 然後就是剩 衝刺最深的手 所以我們是國家 我們就來講 叫做天鵝船 到在一起 我們就來講 咱們 兩個人 兩個人 我們就來講